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路透社在4月9号发表长篇报道 披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如何操纵中国的私募基金 在短期内就募集到巨额的资金 报道说江泽民的孙子参与创立的博裕基金 起初名不见经传 但是过去18个月以来 这家金融公司成功地促成了两宗首次公开募股的交易 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 这两宗交易的对象是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集团 和中国国营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目前博裕首期私募投资基金已经集资10亿美元 预计在今年年内会推出第二期计划要筹资15亿美元 业内人士说没有任何一家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金融公司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业绩 路透社认为博裕基金的成功 主要是得益于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中国大陆财新网在4月10号的上午报道 中共国家信访局的副局长徐叶安 8号上午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但自杀的原因不明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海内外的多家媒体转发 不过到10号的下午 这个财新网却删除了原报道 就在五个月前 中共国家信访局的另一名副局长 因为涉嫌伪纪违法而遭中纪委的调查 接连两名信访局的官员出事 这引起了外界的诸多猜测 徐叶安是最近半个月来 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报道的第四名自杀官员 那么黑龙江建三江当局非法拘留 酷刑虐待维权律师的事件还没有平息 中国大陆又有多位律师遭到当局的打压 据大陆的维权网报道 广州的维权律师刘世辉 日前就遭到广州国保人员的暴力殴打抄家 刘世辉自述说 他被国保人员揪耳朵拽头发打耳光 还被戴上手铐 在住处附近的人群面前进行游街性的羞辱 最后被迫签下了自愿离开广州 2014年不得踏入广州半部的保证书 刘世辉是维权人士郭飞雄的代理律师 已经被广州当局取消了律师资格 广州的另一名律师王全平 则是在围观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丁家喜的庭审时 被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以寻衅滋事为名刑事拘留 而在建三江被打伤的杭州律师王成 回到当地之后也遭到国保还有警察的骚扰驱赶 并以断电断水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全家离开浙江 观众朋友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